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是许光明老师,今天和大家上课课是《道家法术中级班》第四课课,《竹游术》的讲解。 道家法术中级班不是单单可学,如何拜神,如何画符,如何念咒语。 课语那么简单,就会上少少难度,学一些东西有少少高度难度。 其中这个《竹游术》是无论你学什么法术都好,这个《竹游术》就肯定要学的。 因为在任何一个道教的门派,关于医病治疗这个问题, 而且每个门派都有法术专门针对健康疾病等等。 而且一定说每个门派都称为《竹游术》。 《竹游术》是建国之后统一的一种定义。 我们可以将《竹游术》当作每一个道教门派被传的一些 用法术、医疗病痛的方法就可以了。 所以以前古代,饮药都要烧一道符才饮。 甚至煲药、气鸣,刁黑了很多符咒,才放水、放药去煲。 甚至你自己种的药材,那块土地都用法术处理过。 在淋水的时候也有法术去淋水。 所以以前古代就是这样玩的。 到了现代,什么都简化了。 甚至现在现代,医和毛是完全分开做的。 例如现在你做医生, 你就要拿牌才有得你做。 你没有老牌就没得你做。 做道士,现在国家都很少要求你去学医学。 所以就分离了。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学法术的人, 虽然现实当中是分离了。 但是我们思想上一定要明白, 所有的法科师傅都应该学足油术。 所有的医生多多少少都应该学法术。 所以这个第四课足油术呢, 就讲解给大家听。 第四课, 足油术可以医疗, 身理的疾病, 心理的疾病, 还有啊, 撞邪啊, 痒啊, 濕啊, 热啊, 躁啊, 着魔啊, 等等的问题, 其实都可以用足油术去处理的。 其实足油术的功效是很强大的。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 我们这本足油术, 由西方的传教士传到西方之后, 西方根据我们这个足油术, 就发展了西医的外科的知识, 以及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 叫做心理疾病的学科。 所以心理学其实都是足油术的分支。 因为我们道教, 又或者说中医, 医病养生, 又讲究这个一推, 二拿。 即是一开始, 要医病, 要防, 预防疾病, 或者要医病, 或者要保健, 一般都是轻推拿的。 有什么事情, 或者身体有些不舒服, 用推拿的方法, 按月位的方法, 去镇行这个治疗。 如果没有效果, 我们才会用到针灸, 外救, 又或者会用到食药。 即是, 食药不是一开始的选择, 一开始都是用推拿的手法, 用外救, 针灸的手法, 去做各种医病和养生。 另外, 我们在做推拿按摩的时候, 和做挨救, 针灸的时候, 我们都会配合一些咒语, 一些符, 去用的。 这样效果就更加明显。 另外, 你们以后要吃药的时候, 都会配合一些符, 一些咒语去用。 比如, 你要吃一碗药, 或者要吃丸仔, 那你就将符虚空地画出来。 念完咒语, 在药上面虚空地画符, 画完再吃。 就是这样去做。 这是一个技巧。 按摩八大部位, 这八大部位, 我们又要八大开关, 即是将这个开关打开, 整个人的运气就会变好。 为什么呢? 因为按摩这八个地方, 可以有效地提升一个人身体的阳气。 那么一个人身体的阳气提升了, 自然阳大了阴。 阴气就变小了, 整个人就会走运。 一旦不走运, 很多时候是阴气过重, 导致的。 第一个开关, 形容是空锁乳突击。 我们就直接记下这句话, 雨仔垂这股肉, 后面的小窝一直按摩到肩膊的位置。 一直按摩下去。 当然按摩的手法, 像我这样,按住这里,左手大拇指,右手大拇指都没有问题 按住这里之后,沿着这条肌肉,顺时针这样去按摩 打开八大开关请记住,有任何病痛要处理都加入打开八大开关这个方法 财运不好,打开八大开关,婚姻不好,打开八大开关 读书不好,打开八大开关,就这么简单 因为道教认为,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是因为你的阴气太重 所以要想着,将你的阳气曲起身 将阳气曲起身的方法,其中有打开八大开关就是最传统最有效的方法 即日后,你们用任何读书之前,你都先和别人打开八大开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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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